健康2.0 凱云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现在全球都在防新冠肺炎 我们告诉大家防疫要怎么样呢 戴口罩 还有尤其勤洗手很重要 从小就教小朋友 要内外夹工大力腕等等 这样的洗手才有用 确实我们很多的健康习惯 都是从小保持 而且从小养成的 来看看小朋友到大朋友 他们养成了哪些习惯 牙齿会有动 应该就早睡早起 可以长高啊 回来门电动也没有这么好 因为这样子给你眼睛也不好 像我已经进室了 也没有因为我会胸门 所以我不敢跑 希望每天能够走一万步的这个目标 能够把它维持下来 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甚至孩子可能回到家整个满头大汗 我们都是 经常我都会提醒他 如果你有时间去洗个澡 舒服 然后再来吃东西 或是做什么事 跑马拉松 因为我跑步是为了吃更多美食 早上起床 我一定会先喝一杯温开水 泡好的 飞要调皮 确实健康真的是要从小养成 比方说眼睛视力要保护好的话 要看圆风 看绿树 牙齿保健 我们也从小教小朋友刷牙等等 所以真的要从小养成 就得让他们有知识 所以现在很多的绘本教大家 比方这个是消化道 你看 这就是一个人 他的消化道等等 小朋友就从绘本当中来学习 另外比方流感大作战 那么流感到底是什么 对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侵害 其实现在的绘本当中 也都很特别 像这看得出来 病毒很毒 然后占满了全身等等 绘本很多 那么这一本很特别 这个希望花园 而且还提了一个秘密 这是什么呢 这是跟膝盖有关的一本绘本 而出这本书的人 更特别了 来我们健康2.0好多次 而且我们健康2.0 在YouTube上面点击率非常高 最高的一支曾经在当年度当中 标到了全台湾保健类 第一名的吕少睿主任 来健康2.0当时教大家的 他是全台湾最难挂到号的医师 那么甚至挂号要等个半年 然后开刀最久可能等到多久 要两年 要两年 OK 所以吕医师我就很好奇了 你其实已经很忙 那你也出了一些书 叫大家膝盖保健 为什么这次会想要出绘本 然后来跟小朋友沟通 事实上 根据统计 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有一半有膝痛的问题 到了65岁以后 有五分之一的人 会因为退化性膝关节 必须要就医 膝关节退化就是自然的老化 对 没有办法阻止 这样的话从小又怎么保健 这就要提到25年前 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病灶 在我们的膝关节里面 然后我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 解开了今天的主题 60度的秘密 因为这样的了解 就知道说所谓的退化性膝关节 事实上并不全然是因为老化 我就发展出来一个叫 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 这个方案它可以全方位的来 对付所谓的退化性膝关节炎 但是发展这个治疗方案之后 我还是天天碰到 知道的太晚的这件事情 那这些人如果能够早一点知道 说不定他就不需要置换关节 这也是我很佩服主任的地方 其实他并不是希望说 有多少病人来排队 或者是等他开刀等多久 好像就觉得自己 好像是很棒的医师 他一点都不希望大家这样认为 跟大家这样讲 他更希望的是 大家看书开始做吧 大家看健康2.0 待会要交的动作开始做吧 你就会变好 你就不会再继续受伤 所以待会我们来教大家 好 其实这边欧阳老师 还曾经是吕医师的病人 可是最有趣的是 邱先生你根本没有去看过主任 因为你根本挂不到号是不是 我其实一开始 纯粹是在我大约35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这些症状 就是包括肿 痛 肿 就是一开始是会疼痛 然后疼痛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膝盖的外观 会有一些肿胀 然后再来第三个情形是说 会有声音 会卡卡的 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 或是平常活动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特别明显 对 所以我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有这些症状 然后才去搜寻这些资讯 其实主流的医学观念 跟吕医师所提倡的观念 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 就是吃保健食品 我从来没有看过吕医师的诊 是因为我在38岁那个时候 我就在网路上有看到吕医师的部落格 我从部落格上面的文章 开始把吕医师的整个脉络 整个心路历程 研究的心路历程都了解清楚 我就开始实现吕医师的方法 后来真的有改善吗 后来经过大约三四个月之后 我刚刚所说的那三个症状 疼痛 卡卡的声音跟肿 这三个症状 是 这三个症状 你就会很明显发现说 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减缓他的疼痛了 然后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 那肿胀的外观 开始慢慢回到 他本来该有的样子 你那时候有没有也吓一跳 因为只是看相关的文章跟着做而已 是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很 很 怎么这么棒 因为就是这个观念 怎么跟主流的医学观念这么不一样 而他也的确改变了我的病程 那大约经过半年左右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所以我经过一年之后 我就写卡片谢谢吕医师 那时候到那时候为止 也都还没有遇过吕医师 所以你根本不是他的病人 你是他的读者 是 我是他的读者 是 是的 所以吕医师你那时候收到 是收到卡片嘛 对不对 印象非常深 三年前过年的时候收到一张卡片 基隆寄来的 他在这个里面就是 感谢我出了这些书 但因为看了这些书照着做 慢慢就好起来 这是你最期望看到的状况 大家不用排这么久的枕 或者是不用挂这么久 或者不用进开刀房 第二本书就叫做 自己膝盖自己救 那正好就是符合 事实上类似邱先生这样的经验 的人的朋友还不少 我甚至碰过他等了半年来看诊 他说我今天主要是来确定 我都好了 他说在等半年看诊的阶段 他就认真地 照我的书上写的去做 都好了 所以他来看 那原本痛到什么程度 这个痛有时候 因为对未知的东西会有恐惧感 有些病人会痛到 连这个走路都不敢 不敢走路 我碰过一位年轻的病友 他的男朋友 总共买了四部轮椅给他做 那不是 就是因为对这个痛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看了资料都说这个是退化 将来就是要换人工关节 就等于他人生就灰色的 对 因此我是觉得发现这样的一个秘密 如果大家能够早一点知道 或许像欧阳小姐 她如果早一点知道 可能是不需要接受手术 其实重点就是 60度的秘密 60度的秘密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发现的 这个内侧皱壁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会者花了很多心思画的图 把膝关节内部比喻成一个非常繁茂的 花园 这个破坏力是在我们经过了研究之后 发现在超过60度以后 破坏力是最强的 不但有物理的摩擦 对 甚至因为超过了60度之后 它容易被两边的软骨夹到 就像舌头被牙齿咬到会发炎 那好痛 这个发炎的时候 会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会破坏软骨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的 这个所谓的内侧摩擦现象 在60度以后它的作用最强 这个就是内部 膝关节内部有一个隐藏的 对软骨的一个杀手 隐藏杀手 被主任给揪出来了 这是我讲的隐藏的病灶 那另外一个部分60度的秘密 我要讲的是 我们人体的膝关节 千万年演化出来的一个 非常精密的构造 那关节的活动轨迹的决定因素 是骨头的结构 它的形状的意思 那另外就是旁边的韧带 我们看一下膝关节的上面是骨骨 下面是颈骨 很奇怪的就是颈骨平台 所谓的平台就是最表面要跟骨骨 互相活动的地方 外侧是凸出来的 内侧是凹下去的 一个像盘子一样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加上四条韧带 外侧 内侧韧带 还有两个十字韧带 把它们结合起来 这个形成一个 叫机械学上叫做四角连杆装置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它的结果就好了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 它的运动轨迹 自然会保护我们的关节 我们走路 我们人类正常行动是走路或跑步 走路跑步在我们着地的时候 绝对不会超过30度 所以是不是非常奇妙 就是我们膝盖的膝关节的构造 就是适合我们走路还有跑步 但是如果在超过30度之后 30到60度互相 除了滚动之外 我们刚刚讲0到30度 它是互相滚动 滚动就没有摩擦力了 但是30到60度之后 除了滚动 开始会有滑动 滑动就有一些摩擦力了 超过60度就全部都是滑动 就是等于软骨之间会互相摩擦 所以就会造成破坏就对了 所以60度的秘密就是 在超过60度之后 软骨之间会有摩擦 你看了我们一年的膝盖弯曲 一百万是这么多 而且这听起来学问很大 怎么样在绘本当中 真的让小朋友理解呢 我想请教一下欧阳老师 你自己有三个小孩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绘本就是怎么 你会怎么跟孩子来沟通 或者说怎么样让观众朋友知道说 原来从生活当中 就可以开始来做改变 这个绘本 其实基本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主轴就是故事 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了 一开始小朋友怎么了 摔倒了 好痛 故事就从这边开始 对对对 是 它就从这里开始 从痛的感觉让孩子去想到 什么时候会痛 除了摔倒会痛 有没有生病的可能会痛 或者是家里面有长者 也会有膝盖痛的问题 因为这个小朋友有陪阿嬷去看医生 然后他的阿嬷就跟很多人家里头的阿嬷一样 有这个膝盖疼痛的问题 故事小朋友都很爱听 可是从故事衍生而来的 有关于姿势的部分 他的图文解说其实非常的生动 而且很活泼 比如说这一页 这个 跟我们一般教科书的骨骼的呈现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骨骼呢 看起来比较帅一点 在沉思当中 没错 很有意境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生动的部分 然后它其实对于膝关节的构造 它其实用了这个花园来比喻它 如果是健康的膝关节的话 它就是生意盎然 可以让孩子去对照一个健康的膝盖 跟生病的膝盖的差别 好 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本身因为膝盖也会痛 所以也会想说 如果能够早一点让孩子们知道 早一点学的话会不一样 是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有三个 然后我们一样 就是跟一般的家庭一样 都会练故事给他们听 那吕医师在出了这本绘本之后 我就会把这本绘本 拿给我们家小朋友 然后练给他们听 而且他们也知道我的经验 就是说爸爸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都膝盖都很不舒服 对 所以绘本的介入 它能够让小朋友迅速地 从这些图片当中去建立起 膝关节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膝关节 你要去呵护它 保养它的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方法 对不对 是 大英博物馆里面的木乃伊 他们居然帮木乃伊进行了X光 发现还有关节炎 这个就代表说 我们自古以来 人类都面对相同的问题 相同的也是没办法解决它 上楼跟下楼的时候 我会注意到说 就是让整个角是打直的状态 它能够让我的内侧皱壁 不是一个夹起来的情形 最严重的是双膝在走路的时候 有时不小心 它就觉得说 好像要跪在地上